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現在互聯網上面 都有很多很好的資訊 我們都不斷地收集了 最近在互聯網上面 我們都收到一份資訊 就是由針推醫學平台 在2018年12月15日發表的文章 文章內容是說 人類疾病為什麽愈治愈多 原來這才是真相 我相信在我們收聽我們元網台的聽眾 人們都會知道 元醫生過去幾十年來 都一樣在教育大家 講了這個觀點 為何我們現在的醫學 好像越來越發達 越來越昌明 但是人類的病 就越來越難搞 越來越多 越來越年輕化 如果聽眾以前未聽過 或者未接收到這個資訊 希望今天的節目裡面 可以令你們啟發到 你們有另一種 在醫學上 在健康上的觀點 一直來講 在中醫界上 國內或者香港 以往都是用很多中藥 例如這張文章上 一開始講 經常都聽到 上了年紀的老前輩說 我們那時候 吃有沒有吃得來現在這麽好 穿有沒有穿得來現在這麽好 走路都是靠雙腳 不像現在又有車 看病吃藥 都是用中草藥 但是很少發生了 病的發生 但現在你們條件好多 但病就越來越多了 其實過往上一代的人士 大部分病的時候 都是用中草藥 後來西藥的東西的時候 充斥了壟斷了市場之後 中醫又好像就昔眉了一下 自從在回歸之後 香港的中醫界方面 都可以受到註冊的東西 慢慢就復甦了 現在在中醫 很多時候 聽到朋友說 有些什麼病 都可能去看看中醫先這樣 就不會說是用西醫的方法 為什麽呢 為什麽今天好像剛才都說過 西醫那邊都很發達 但我們人類的病 就越來越多了 這篇文章裏面就說到 在廣東醫學醫術臨床實踐 繼續學府的平台 找到一篇新華社的報道 就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麽你和你的家人的健康 希望可以認真些 去閱讀一下這篇文章 我們請袁醫生幫我們說一下 但原來這篇文章呢 是新華社的 是喔 中國有希望了 沒錯 這是一個很官方的報章來的 它能夠在那裏 刊登這篇這麼好的資訊 證明中國呢 中國政府呢 其實都應該知道 現在的問題是哪裏的 好了 那它呢 文章就是這樣說 它說 人類疾病為什麽越來越多呢 因為昨天所說 以前的人不是沒有病 是有病的 是 但是呢 沒有病得這麽密 還有很多古怪的疫症 什麽流感啊 豬流感啊 柴流感啊 很多這些 什麽老鹽啊 很多很多這些突發性的 愛知病啊 這些全是一個 現在文明人 近代才有這些 這些大型的 世界性的流感 以前的人是 聽都沒聽過 絕小絕小的 好了 他說呢 千病萬病 雖然可怕 最怕呢 就是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 病的原因 他說 還原的醫學呢 是有缺陷的 西醫存在十大的蠻區 那其實西醫所用的那套手法呢 在科學上呢 是屬於還原的醫學 reductionless 那它通常呢 是將一種的病呢 去分析到呢 是最後一個簡單 最基本的原因 而導致的 譬如它認為 很多病是 某一個病毒 是 引發 或者某一些的病菌導致 或者呢 是某一些的 昆蟲 或者某一種的環境的毒害 就是它通常呢 是喜歡呢 在醫療那個 那個思路方面呢 是希望呢 是找出一個最基本 最簡單的病的原因的 那這是他們的 那套的思路就是這樣的 好了 當然呢 如果這種的還原的醫學 的思路去看呢 就有很多問題了 就是看出了很多問題了 還有呢 它是只從眼睛看到結果 而不相信腦筋想的原因的 就是它通常呢 都會驗到 有個腫瘤 有個腫瘤在這裡 是不是 或者看到你有病 有發燒 那就是燒就是當病 或者呢 那個鹽 腫了那個地方 流浪 那些就是一個病 那就是它通常呢 是很著重呢 摸得到的 就是看得到的 從那裡去處理的 但是其實很多的症狀是 看不到的 好像中醫說 氣啊 血啊 就是血當然可以 某種程度可以看到 但是氣啊 經絡啊 陰陽啊 那些寒熱虛疾 這些有時候呢 是一個 不是很具體可以看到的 嗯 好了 因為它不明白原因 去醫治那個結果 就是你結果就是發燒 你結果就嘔 你結果就嘔吐 或者咳嗽 治病的人越來越多 現在醫院越開越大 尤其是中國大陸那些嚇死人 最大的醫院現在是中國 越開越多 機械的設備越來越好 但是治病越來越多 今天大家知道經濟的蕭條 大陸很多工廠都關閉 但是醫院的生意是炎如火爆的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也是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走出一條出路 才能夠將人類從疾病的苦海裡面挽救出來 才能夠實現不生病和治好病的理想 才能夠向一個更加健康 更加快樂更加長壽的境界 這裏 作者希望給讀者提供一個比較正確的答案 讓大家能夠獲得一個比較全面的觀點 走出一個獲救的出路 現在我們的探討就是 真正的 現在的人為何越來越多病 真正的原因在哪裏 第一 濫用西藥誤殺了數百萬的生命 這是在我們的網台上大家都不斷地說的 這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因為醫院誤診或者創用藥而導致死亡的人 竟然佔疾病死亡總數的44% 嚇死人了 嚇死了 真是很高的數字 是因為誤診和吃西藥導致死亡 即是說一半的病人是被醫藥醫死的 醫藥醫死的 我經常有很多的病人都來到我們診所 因為有很多癌症的問題 他們都是在這裏考慮 想一下是否應該做化療 大家聽我們的網台聽眾應該知道 很多時候如果你不醫 你的癌症可能熬得更久 你醫治死得更快 我講當然是用毒藥、開刀、快尿、電營 那種方法 他說中國藥原性疾病發生到高達18% 講1997年已經有200多萬的人 因此而入醫院 因為藥的做出來 而死於西藥毒性反應 至少有20多萬人 相當因為民村地震而死亡的人數 每年 每年 因為傳染病而死亡的人總數的20倍 也是全世界因為非典而死亡的人數的20多倍 因此而增加搶救費高達45億 這就是第一 濫用西藥的死亡的人數幾百萬人 第二 最可能殺害你的是醫藥 有一本書他們介紹 叫做《別讓醫生殺了你》 這本書已經翻譯了中文 這本書在我們的綠藏義健康店都可以買 我們店裡有很多這類書籍 他說最可能殺害你的就不是劫匪 而是醫藥 你記住這是一個醫學博士寫的 英國著名的衛生記者 《默克塔格特》 另外一本書是《醫生對你隱瞞了什麼》 這本書我們健康店都可以買到的 其實這個記者在過去幾十年裡有些期刊 我一直都有訂購這個期刊 其中一本書就是《醫生對你隱瞞了什麼》 他說除了可以治癒的疾病之外 藥物可能是令你的疾病更加惡化 就是說很多時候藥物 很多病是自己好的 不是因為你以為吃了藥而令你好的 但是很多時候 本來可以自己好的病 因為你用了這些藥物就會令病更加惡化 好了 英國醫學博士的《詩全德》 在另一本書 《別讓不懂營養學的醫生害了你》這本書 這本書我們健康店都有的 醫藥只能夠輸解你的病痛 即是表症 但不能夠保證你的健康 即是對你的健康無關 你可以按皮指痛 幫你消炎 止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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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說可以因此而令你更加健康 所以你要自己救自己 好了 有一種說法 你不去看病 即是等死 但是經常去看病 就自己沉死了 醜死了 好了 英國的一個調查顯示 它說 50%的慢性病 和醫藥的過度治療有關 50%以上的手術 對人體是利小而弊多 百分之三十的癌症和長期服藥西藥有關 最近有一個癌症病人 他本來有糖尿病 在這裏我們已經知道了 因為糖尿病 吃很多很多西藥 因為這些長期吃西藥 是會導致你有癌症 糖尿病的藥 其中只是其中一個 是 這個在過去的節目裏面都講過 最近大家要留心 可以聽到這方面的資訊 其中一本就是 藥什麼都不能吃 裡面有講及這件事 每年因為感冒發燒 接受輸液治療 而導致死亡的人數 中國有四萬多個 因為中國很流行 發燒就去打釣針 而全世界有二十多萬人 因此而導致過敏的人 是多達一百多萬人 因而損害肝臣的人 是有幾十萬人 因此它說 國外有人說出這一條經驗 就是你不去看病 就等死 但你去看病 就是沉死的 即是可以死得更快 好第三 這個事實 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了 醫生罷工 死亡人數就會減少一半 這個瑞士學者 漢老師調查了以色列 曾經以色列 哥倫比亞 英國 加拿大的 加州 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每當醫生罷工的時間 當地的死亡率就會減少 高達百分之五十 如果沒有醫藥的治療 有一半人就不會死的 這個百分之五十 是出現在哪裏呢 在以色列那次的 其實在美國的加州 醫生罷工 因為當時醫生抗議 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 即是醫生的保險 保險費 太高 他們就注視罷工 當時的死亡率 罷工期間 是減少百分之十六的 而在 Saskatchewan 在加拿大那次 罷工那段時間 死亡率減少百分之十七的 另外在哥倫比亞 在布告塔那裏 另外的國家 南美洲 當時醫生罷工 死亡率減少百分之三十幾 但是最長的醫生罷工 發生在以色列 而這個最長的罷工 死亡率減少得最多 那這些數據 在英國的權威雜誌 那個Lancet 那個柳葉刀裏面 已經講過了 但是 那些人對這些問題 已經習慣了 很多人都指出 這個問題在哪裏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怎樣 知道 但是怎樣 有什麼方法 很明顯就是 不要看以身 他不會這樣說 那就是如果 Manderson Robert Manderson 曾經他講過 他是一個醫學教授 不是一個普通 寫了好幾本書 其中一本 就是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醫學叛徒的字白》 他說 如果地球上的醫生 西醫在地球上消滅 他說 全球人類的健康 會即時改善的 另外一位作者 有一位西醫 薩西蘭托 寫了一本 《醫療黑手黨》 《醫療黑手黨》 《 Medical Mafia》 他都同樣說過 這件事 好了 我看到 我用的錢是很多的 但是病是 只要越來越多 譬如在 中國 他說 200年 中國醫療費用 高達了多少 五千八百三十八億 這個是十年前的四倍 而老人的醫療費用 是高達一千四百八十七億 是十年前的十倍 即是 不是國家捨不得花錢 是 是投資 在醫療的服務身上 但是 你可以看到 錢是用了很多的 十倍 四倍 但是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在1996年 美國的醫療費用 是高達一千三十五億美元 是佔國民的總收入的 14%以上 但是最近的數據 在美國 我想知道 他們的 醫療費用 差不多佔國民總收 是17% 即是又多了 是的 總之 1.7 1點多的兆億美元 基本上是多於美國軍費 你想想 美國是一個世界警察 軍事開銷是全世界最高的 竟然在醫療方面 是佔最多 可以這樣說 美國這麼有錢的國家 這些這麼巨大的醫療費用 都受不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 用了錢 但是沒有醫好病 醫療的費用越來越高 疾病也越來越多 OK 好 剛才一連串 醫生幫我們介紹了這篇文章 裡面提出了三個要點 都是我們很經常聽到的問題 正如剛才的文章上面 作者也有說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怎樣 不敢說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今天治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人類的疾病 為什麼越熱智越多 原來的真相就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人類疾病 為什麼越治越多 原來這才是真相 袁醫生 在上一節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這篇文章 說了有三點的 為什麼人們的病 越來越多 越治越差 就說了 濫慾醫藥 醫生的 可能你的病 你的死亡都是醫藥引起的 而且 也都越來越多 醫療經費的花了 但是都是 得到結果的 麻煩你幫我們繼續 看看其他原因是什麼 還有一個文章 原來在中國 知識分子和醫生 更加短命 原來今時今日 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已經72歲 而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 只是58歲 比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少了14年 幫人看病的醫生 平均壽命比普通人 還短半年 甚至有時候更多 醫生自己的命 都比普通人低 最特別是 知識分子 會長這麼多 58歲 這是不可思議的 其中又再說 在福建某醫學院 某屆的畢業生 400個人 60歲 和我聚會 60歲 其中350人 已經有70個人 已經過世了 其餘的 其餘的 還有50個人 是生死不明 七十人已經走了 這些過早 逝世的人 其實都是這些 當時的 省裏面的醫學界 的精英來的 就是聰明那些 主任 精英來的 OK 第五 他說 很多人 是死亡於偏見 和無知 對不對 他說 這些知識分子 為什麼會這樣 很明顯 他們對西醫有異常偏見 他喜歡的 是科學的 反而對很多其他 例如中醫 治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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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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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原因 以还原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西医 犯了一个很伟大的错误 西医学并不明白疾病的本质 原因是什么 而存在了致命的十大瞒点 很多西医学的知识只是一个偏见 偏见比无知更远 离开真理就更远了 无知你不知道 偏见比无知更差 偏见比无知更加糟糕 事实上一些人死于自己的病 但是很多人死于无知 但是更多人死于西医医学的偏见 你记住 病会令你死 无知会令你死 但是西医学的偏见是最大杀手 他说西医是治标不治本 这个大家都说 大家都懂得说 他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美国医学博士巴达曼曾经说过 如果你要翻阅医学教科书里面 你会看到成千页的废话 就是说很多东西 但是接着他说到 这个病的原因 结果通常都是同书一致 本病原因不明 就是说一说一大论 说现象 病的过程 结果会怎样 但是为何有这个病呢 其实大部份都是一句是不知原因的 是原因不明的 好了 如果他和读者 读者不妨查一查 他说中国是最权威的西医学 经典的教科书 就是上海福坦大学医学院主编的 实用内科学的第十二版 已经去到第十二版了 你看看你就知道 这个话一点都不差 但是你看到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 讲讲讲很多很多很多 起因啊 那个过程啊 病症啊 然后之类之类啊 但是呢 最后为什么会有病呢 是ideology unknown 就是病因是不明的 全片大部份都是这样的 他说由于西医都不知道 疾病的本质的原因 仅仅依赖西药和手术治疗的 治疗结果而已 就是你发烧 退烧 你休息就休息 你休息就休息 我有一种有病 切了一个病 而不知那个原因 所以呢 尽管医学在不断的发展 新药不断地研制 但是呢 患病的人数呢 总是急剧增加 新的病种呢 还是不断地涌现 癌症的 那个发病延年 一直不断地提前的 那老年人的疾病呢 也是不停地延轻化的 那若元性的疾病呢 再急剧增加 而压健康的人群呢 还是急剧扩大的 时至今日 人类开始认识到呢 仅仅依靠西药和手术治疗疾病呢 不但不能够使人类 摆脱那个疾病的困扰 反而会导致疾病越多 越医越多 第七 他说 他说未来必定会发生医疗的危机 他说 因为这件事呢 在美国的哈士廷 哈士廷 哈士廷的中心呢 就曾经发表过一个国际性的 组织过一个国际性的研讨 他会议里面预言 他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走出远代医学致命的盲区呢 病人呢 病人呢 必定呢 是继续增加 激烈增加 医疗的保障系统呢 必将会崩溃的 嗯 好了 他说 所有国家呢 或遲或早呢 将会发生医疗医患的危机 哈 那么你看到香港了 现在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是医疗病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们医疗病人不断地增加 那最近又不断的措施 包括我们最近说的那个 那套是什么 那个老人的什么 那个医疗券 医疗券 就是不断的方法 是 就是叫大家自己再买私人保险 因为政府帮你出过去八百多亿的 我相信现在不止的了 是都不够用的 那其实这个医疗的危机已经出现了 那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情况 美国有了五千多万人 是没有任何医疗服务的 就是他们不能够用的 搞出了奥巴马care 逼那些呢 就是有钱的人 是照顾一些 是 负担不起的人 是负担不起的人 就是说呢 我们经常都这样提及 为什么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人呢 是要帮给一些自己不懂得照顾自己 或者因为无知啊 因为偏见啊 是导致身体出现问题呢 要别人给钱来处理它呢 所以我们在前几集都提及了 解决的办法呢 就是一定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 就是要自己给的 不能够给人给的 当然在比的过程呢 我们已经在那一集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第八 不合理的医学 十四个国家联合会议呢 宣言呢 认为 怨戴医学呢 是人类供不起 和不合理的医学 OK 在我的证纲 2008年的证纲呢 我都提出呢 现在医疗的问题呢 就是说呢 我们现时 以西医还原式的 对抗性的医疗 为主流的医学呢 是不能够为香港人呢 提供一个合乎 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了 那其实就是 我们供不起了 因为是一个不合理的医学 就是供不起了 这个医学为什么不合理 因为这种的治标不治本 只是 看结果不看原因 是的 那这种病是不会好 钱用多多都不会 因为你的医疗的手法错 那你用钱去医 也希望结果医好的 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是有 有一个彻底性的 基本性的错误 一个思路错误 所以一定是 结果是不行的了 那呼吁世界各国 重新呢 审查医学的目的 那他就说呢 要匿促呢 医学呢 是从治病为主 转向呢 是对亚健康的控制 那样 他说控制亚健康 但是其实 在我们的 我们的听众已经听到呢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 是 是 治本的医学 是的 是 当然 亚健康的 亚健康是一个重要的 预防的 但其实呢 我有很多 是可以治本的医学 比如 又便宜又正又快 就是同类疗法 是吧 很多食疗方面 很多病 其实不吃东西 是最有效的 就是断食 是吧 所以呢 不是整个 当然 控制亚健康是一个 一个 重要的方向 让人们不要病 但其实呢 我们根本有很多 是有效的 治疗的方法 应该是双线 是的 只不过呢 就是他们 没有好好的 是广泛地採用 以及不断被打压的 他说呢 西医呢 就是我用靠西医 学了 一百多年 现在这个人才仿然大悟 他说西医学的 目的是错了 西医学的治病的模式 也都错了 OK 好了 第二个呢 他说不是医生的 而是医学错 OK 就是 其实不是医生 有心害你 只不过 他想学的东西 本身有问题 那么他的心 都以为他在帮病人 是的 那么他尽力去做 既然他自己都 自己都受害者 自己都屌命的普通人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是医学本身的错 他说 再来世界的主流医学 为什么要错得这么离谱呢 这个不是西医的本身 西医本身 是医学本身的错 事实上 西医都非常之敬业 也都很多都很聪明 那个技术也都很精湛的 为抢救病人 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 例如急救 喘骨 流血不止 很明显 西医的那一套 在这种问题 是非常之有贡献的了 但是医生们的研究 医学的目的呢 是在于保护自己 和其他人的健康 每个人都不希望呢 自己不断地学习 研究的医学里面呢 竟然是一种 不能够为定人 带来健康的医学 甚至乎呢 连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 都保不住的 相信他们不是真的 特意想这样做的 其实很可悲 问题的精结呢 就是呢 一种以还原论 为指导思想的 西医犯的一个 他经常说伟大的错误 就是呢 只是相信 能够看到的证据结果 而一概否认呢 难以显示证据的原因 就是他实在要看到 摸到才当是真的 但是呢 只是知道结果 而不知道原因 指导结果 而不导结果 而不导结果 就是导致疾病 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就是说 你呼吸系统有时 那你就会 会流鼻水 是不是 会咳咳 那我们就有些什么呢 帮你去止鼻水 帮你去止咳咳 帮你去止咳咳 那你有感染 结果就有发 就是有发烧 那他们会怎样呢 帮你去消炎 退消药 是不是 那你也看到 那种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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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是病 要对付的目的 那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根本没有 为何你会病呢 为何你会发烧呢 在我们的听众里面 也听过 为何会发烧 因为身体靠发烧医病 因为身体靠这种反应去医病 所以任何这些对抗性的手法 去对付这个病症 是计定失败 加重病情 令到你急性病变成慢性病 好 又一连串听了几个作者说的原因 其实这些点出的标题 在过往 袁医生在我们圆网台 或者在我们一般的文章里面 袁医生也有提及过 所以这次和一些未听过的听众 他们可以认识一下 听过的听众 也可以重温一下 好 这段时间也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人类疾病为什么越治越多 原来这才是真相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人类疾病为什么越治越多 原来这才是真相 余医生 请你继续再帮我们看看 这个作者说的几点 好了 他接着说 第十是只见结果不见原因 近代科学和医学 那个重视所谓客观 客观的证据 反对推理 就是重重的证据 当然有科学的一面 就是实实在做的证据 但只是重重证据 而一概排斥逻辑推理 显然是太片面了 就是很多东西是 除了你看到的 背后是什么呢 你都要去推理一下 就是说一下知道原因 因为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现象和结果 可以走到看到的证据 而对掩盖在现象背后的本质 是导致致病后果的前因 往往很难显示出一些可见到的证据 但是明确的疾病的本质原因 正确就是防治疾病的关键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是结果是这样 你这个结果 但是他一确是不理会的 所以我如果只相信可见的现象和结果 而不用推理去难以看见的本质和原因 就会犯犯了严重的错误 如果我们将疾病作为一个例子 一个人的导致行为 有人导致 你可以显示出导致的证据 即使用螺丝刀 或者用钳指召开门 或者用左手偷 或者用右手偷 甚至用科学的手指纹 甚至用科学的手指纹 和汗内的DNA 但是你难以显示 他为什么要导致的动机和原因 是 没错 第二 因为懒 第三是贪 如果我们通过分别治理 穷、贪、懒、或者贪 是将他所以会导致的原因 消除了之后 那他就不会再去导致 那就可以是因为 是对恩治本 长治久安 是不是 如果不是消除他导致的原因 是尽去将他的手斩了也好 他都可能 虽然不能再成为小偷 但是可能变成一个骗子 或者一个无賴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我们将疾病 给了张三、李四 两个人走得太慢 当然你可以见到 他们走得太慢的证据 但是对他们 为什么会走得这么慢的原因 你就很难 是显示出来客观的证据 他自己走得慢 你看到的 很实在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调查 和逻辑的推理 是判断张三是因为饿 所以走不动 李四是因为累 而走不到 那针对原因 被张三吃得饱点 让李四休息一会儿 消除了 他们所谓 之所谓 因为走得太慢的原因 那他们就走得这么快 就走得更加远 对不对 如果你不问原因 不分青红造白 用鞭撻他 来叫他们打 当然马上会即时 会打得快些 即时可以结效的 但是你知道 打多几次之后 就将会打死的了 这个就是 至结果而不至原因 必然的结果 在我们的医学里面 我们看到的现象 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 例如有心脏病 他们吃到心脏药 这样就按住 心脏药 其实在那里边打的心脏 是的 你会发现 暂时就好像可以 但是很快 突然之间 整个心脏是衰竭停顿了 而很多药物 是本身的毒药 那里边的身体 身体怎么对身体会好呢 所以你看到这些情况 比如糖尿病的药也是这样的 你吃这些药 结果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 眼盲 神衰竭 切脂 这些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其实 你可以看到 问题就是 我们只是治那个表情 而不治那个背后的原因 他说 第十字 用慢性毒药医病 其实本身是一个罪来的 他说 巴达曼指出来 是医学的错误观点 由来已久 但是我们只要稍为糾正 那个认知的模式 就可以减少60%的医疗费 就可以减少国家赤字 和病人的负担 他说 如果我们拒绝 改变我们认知的模式 医院 所谓 化学合成的慢性毒药医病 这个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在我们和大家 在我病人里面 我经常都和他们解释 他说 第一 我会问我病人 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 通常有些人 以为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 他想好久都没想到 那我就会再给他一些提示 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从初生婴儿走出来 他接着会喝奶 喝奶 我人的身体 所有骨落 骨落 细胞 组织 其实是什么做出来的 其实是食物的营养 是这么简单的 接着我就会敲我一张木桌 这个木造的 木套 如果这张木桌是要坏了 要去维修 那你要用什么材料呢 那当然他也不用怎么想 都知道 用木 那换句话语来说 所谓的衣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是绝对最正确的 是最对的 是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 在治疗方面 是比食物更加好的 那我说完这个了 那接着我说第二件事 他说你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所用的西药 通常叫做专利的药物 要成为专利的药物 它需要符合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 它不能够是天然的物质 即是说 它不能够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 很明显 如果自然界的东西被你专利了 人类很多东西被大裁断了 控制了 所以要成为一个专利的西药 它有一个原则就是 它绝对不能够是天然的 即是说自然界从来没有存在过 更加在我们身体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 好了 这种物质在医学上有一种名称 叫做生命的义物 Cinobiotic 是 生命的义物 那你自己想象一下 你可不可能用一种生命的义物 自然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塞入你的身体 令你的身体健康呢 那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你会知道 这篇文章所说的 我们的病是不会好的 我们的医疗问题是不会有解决的 因为整个手法错误 我们的思路错误 整个制度错误 好了 所以最悲哀就是 有很少医生会研究 那个个个体病人发病的成因 一而对症下药 而只是头痛医头 补了一个小孔 出现一个大孔 最终全身都是孔 跑不出这种医学的怪圈里面 最后呢 他说呢 我用一位养生大师的话 作为一个结论 他说呢 中医就是医的人 其实自然医疗都是医人 西医就是医病 而医人呢 就会病除 医病呢 就只会病多 嗯 嗯 因为你记得呢 那个病呢 是那个人的病 是 是 是这个人而出现的病 所以你不能够医 医病的人 嗯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里面 我们的医疗手法呢 是 是全面性 医病的人的本质 当个人本质健康呢 他的身体就有能力 对付这些小的病症 结果就会消失的了 那么有时候有些人想 哎呀 我一个肿瘤在这里 那么你不去割他 他怎么会消失呢 那么 我的解释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肿瘤 有些人会没有呢 有肿瘤的人呢 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他免疫能力失调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肿瘤 其实人人都有癌细胞的 健康的人都会有的 因为他健康呢 所以呢 癌的细胞呢 一出现呢 就被我们身体消灭了 控制了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肿瘤呢 你身体生了出来 而这个肿瘤呢 因为你不健康而生出来 健康的人是没有的 所以呢 你只要将人变成健康呢 那肿瘤就会自己消失 会有办法消失的了 那这个呢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西医的治疗呢 是彻底会失败 如果他一天这方面不改呢 我们呢 都没有办法 医疗的灾难性呢 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了 嗯 袁医生呢 就帮我们呢 分析了整篇文章呢 那个作者所说的那十二点了 那都有很多呢 当中呢 我相信呢 有很多的读者 可能之前呢 都未了解到那个的 那最重要的 现在都是说到一点出来呢 就是说呢 其实在西医的方面 或者很多知识分子上呢 都是想着呢 一些可以见得到啊 那些的知识呢 就忽略了 那基本的那个 治病那个的原因 是要治那个人 不是只是看他表面那些病 那样样的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多谢了 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直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我的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子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今天麻烦你了,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